HELLO,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開的一套扭蛋 就是熊貓之宇公司出品的《冰河奇之爭女》 這一套扭蛋就是上年8月份的出品 這一套扭蛋圍繞的主題就是有四個爭女 做自己的事,做到一種望外境界 就算冰天雪地,冷到他們的媽媽都不認得 他們都不會理,直至死,至生死於洞外 現在我就要感受他們的意志 看看我開這套扭蛋時會不會有他們的意志 好了,來吧 好了,那就看看這款《冰河奇之爭女》的蛋紙 這次它這款和上次介紹的魔牛扭蛋都是一樣的 它每張蛋紙都是不一樣的 這裏有寫著什麼,托伯 中間有一些日文的,應該是絲吧?我不知道 有一張官方的圖 後面也有一些行李 OK,看看它的樣子 我們是閉上眼睛的 頭上有一個凸出來的位置 等待一陣子凹著帽子 還有一件鋪著雪的帽子 咦?那這些 那這些 這些冰柱子的結冰是軟膠 很軟 那它的手就托著帽子 那這隻手呢 就是一個這樣的形狀 但是呢,下面的顏色呢 好像淘得有點出外 好,然後再看看它的下半身 那下半身呢 就是有雙劇的 看到嗎? 看到嗎? 整隻東西好像鋪著白雪為主 好,那再看看它的兵帽 OK,就是這樣 好 好,那現在呢 就要把這個冰帽套進去的頭 那其實就好了 這樣 按進來就可以了 溫柔一點 好,那組好之後呢 這隻東西呢 其實站得不太穩 那你不碰著它呢 它會掉的 那這個是有點麻煩的 看 看到嗎? 對 那你站不到 那你... 咦?這樣就行了 因為我這張桌子 是有一點點感恩斜 那你這樣 那你這樣 放不可以啊 是嗎? 放一些平的地方 都是可以 好,那到了第二張蛋子 那它這裡也是有一個介紹的 那中間有一張日文的詩 有一個打座的無產老 那這裡有寫了座時 OK 那這款呢 就是一個打座的真人 已經是鋪了雪了 那看看它的意志是非常之強的 那老實說 如果在這個冰晶寫地上 這樣打了 十成十呢 這條腦已經是 去了萬牙 鹹鴨蛋的了 那我可以 Zoom近一點 看看它的樣子 都幾... 幾穩定 哈哈 哈哈 好,那接著再看看這個 底座 OK 那這就是這個 助蟬的 真人扭蛋 好了,到了第三張蛋子 那就可以看到 這裡 這裡 中間也是有一個 日文的詩句 那呢 然後這個是一個在抹地板的 和尚號 這裡寫著 作母 在做家母 是什麼意思 是嗎 好,那看到這個 作母的 和尚仔 就已經是 它的上半身 已經鋪了 那些雪 很厚很厚的雪 你看到嗎 那它還在那裡 作母的 那 對啦 那就可以看看 它那個 側面 的動作 腳底是有些造舊的效果 真的有些邋遢的感覺 OK的 然後 那樣子呢 也是 可以看得到一點 然後就是 用它的布抹地 對啦 雙手都已經鋪了樹 那 好了,這隻呢 就是 我們這隻 抹地的 珍女 好了,到了第四張蛋子 那我們看看它寫什麼 那 那 中間 都是有一個 日文的 介紹的 那 那 這裡就是 有個和尚呢 有個很大的毛魚 在前面 那我拿著一顆竹的 拿著一顆棍 那 那這個叫唸什麼 應該唸經吧 這個字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那 大概就是這樣 那它這一款呢 一共有三樣 物件的 那一個呢 就是它的主體 那 那我們看到了 其實是一個肥佬 來的 看它輪廓 就像一個肥佬 那肥佬 那肥佬拿了一顆竹 那 準備鋪在毛魚上 那 你看它全身都鋪了 那 然後呢 它有一個這個 這個小物件 其實就是 將它 呢 放在棍子裡 那就是 讓它的棍子看起來 哇 全都鋪了 對嗎 對嗎 好 那 然後 那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毛魚 很大隻 那我連它下面那張 黃色的墊 都已經鋪了 那 這個象徵度是很高的 真的看呢 有點像麵包 上面鋪了一層糖霜的感覺 好了 那這一款呢 就是這樣的 好 那今天這一款冰河奇之真類的扭蛋呢 就分享完給大家了 那這一款扭蛋呢 我個人來說 就 挺喜歡的 那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呢 我很喜歡他們這些 這樣的 鬼... 怎麼說 搞不搭白的東西 即是說你那些真類 這樣鋪了一層 那樣 還有他們的象徵度是挺高的 你就這樣在鏡頭看得到 那 還有他們 意識很好啦 即是說 做自己的事情 做到變了一個忘我的狀態 那因為呢 最主要 我這張桌子呢 在這些 這樣的色 所以就很難 襯托到他們這幾個 那如果大家的辦公桌 因為他們呢 是那些白色為主呢 那我放這幾隻東西呢 就放了一樓 那 那 還有呢 如果是有機會 如果是可以看到一些雪景的地方呢 我肯定會帶這四隻扭蛋去拍照 那我肯定拍出來的感覺很棒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啦 那記得點讚 還有關注我的頻道 OK 大家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